英國首相強生突然造訪烏克蘭 與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並肩而行 走在空檔的首都基辅街頭 街上的民眾見到強生 是滿滿的感動與感謝 他說多謝 多謝 你好 您好珍妥 美好珍妥 您是一名的宴提出 的美尼斯基 英國官方事先沒有對外公佈 這次強生訪屋的行程 據了解強生上個月 就曾經要求內閣官員 研究他密訪基辅的可能性 想用行動來支持烏克蘭 謝謝Vlorolomir 加古也謝謝你 今天很難拍的時間 强声开头特地用乌克兰语 对勇敢立抗俄罗斯的乌克兰人民们表达敬意 而后宣布将运送价值1亿英镑的高级军事军备给乌克兰 其中包括了星光防空飞弹 800枚反战车飞弹 以及其他精准武器弹药 此外他更承诺将提供120辆装甲车 以及新的反舰飞弹系统全力来支持乌克兰 除了强身力挺乌克兰 奥地利总理内哈默也在同日抵达基辅 中立的奥地利持续为乌克兰提供人道援助 而此次内哈默造访乌克兰 与泽伦斯基一同召开记者会表示 会持续地支持乌克兰 更准备好要战斗 不过还是希望能够透过外交途径 寻找出结束战争的方法 但我只能表明今天为了 欧阳克兰的委员 我们想要奉务1多亿 600多亿的那些 将来到乌克兰 到乌克兰的图案 至乌克兰的图案 所以让乌克兰的图案 而刚刚离开乌克兰的欧盟主席范德赖恩 在波兰首都华沙出席了为乌克兰挺身而出的活动 除了呼吁国际社会踊跃捐款 并表示对于勇敢的乌克兰朋友们感到无限的敬佩 更直言乌克兰是在为全球打这一场战 呼吁世界各国要团结起来 支持乌克兰捍卫和平 欢迎新闻图文君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